一眼望不到边的苍茫大地上,大雪纷扬,狂风呼啸,远山一片朦胧,这是第几日了?凤九竖着耳朵听百里之内,还是无人声,似是连一只鸟都没有。此刻,他想哭,常听凡人说,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这句话,如今报应到自己身上了。 他一个上神,东华帝君的帝后怎么就趴在荒芜人际的血缘,上洞不得,难道自己要被冻死了不成? 东华,东华,耳边回荡的,还是无尽的,萧萧风声?凤九缩缩身子,迷茫地想,他日史书该如何记载这位年轻貌美的帝后呢? 说,青秋女军白凤九,东华帝君的帝后,因回溯时光,落入苍茫血缘,失去了法力,变成了一只小狐狸,被冻死了,死十年仅五万岁,狐狸尾巴都冻成冰柱了。 东华,凤九迷糊中,想起帝君温暖的怀抱,绵柔的亲吻,暖胀内化骨的缠绵,那时,他入法阵时,他恋恋不舍地拉着他的手说,小白不去了,我会想你,只要呼吸就想。 可他是怎么说的,他好勇地拍着帝君的肩头说,我不过去一个月的时间,距离产生美,等我回来补你一万次的紫薯饼,紫薯饼,念几词,凤九的肚子又叫了起来。 他真饿了,主题说他会落到男荒可没说,他会失去法力,变成一只不会说话的红狐狸落到男荒。 他从画本子上学了那么多妖娆的妩媚的姿态,就是想一眼惊艳年轻的东华,却不想,哎,目前,他只寄希望后过来的女儿,闪闪能找到自己。 想到闪闪,凤九眼前出现了滚滚,白起白话的脸,他们还坐在几十万年后太成功的大门口等他,日出日落,帝君脱腮苦等,他要坚强。 风越发凌厉,他呼出的气息在眼睛,鼻子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霜。 凤九伸着无力的小爪子,想扒掉他们时,远远似是有冰刃撞击的声音,传了过来。 凤九的心动地跳了一下,侧耳静听,那的确是冰刃。 凤九,希望能遇到好心的人,就他又有些担心,这是洪荒,什么妖鬼魔,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万一遇到,像聂初吟那样,变态喜欢皮毛的,再给他扒皮了,小命救。 你大爷的我不想打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顺风传了过来,轻快地嚣张地,那是少婉时少婉的声音。 凤九兴奋地扒拉掉眼睛上的薄冰左右环顾。 我没大爷,你说不打就不打啦。 冰冰冷冷的声音。 冬华,冬华突然涌出的热泪,又封住了眼睛,凤九喊着冬华,看向风雪中渐进的红色紫色身影。 她想跳过去,可一丝力气都没有。 我饿了,吃两口血,再打行不行。 少婉阳求着比冰,还冰得银发青年,一边格挡着她的剑一边道,是我偷袭你了,可咱们是朋友,你何必叫针呢? 你打死,我就一个朋友都没了。 我不需要。 银发青年手里的剑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凤九用尽了力气晃了晃自己的尾巴,心底呐喊着,东华你的小娇妻要冻死了,别打了。 看我,一阵凛冽的长风夹着大片的雪花袭过,日光晃,在少婉的剑上时,有红色的光影在她眼前一闪而过,她大骂了一句,你大爷,我破相了。 少婉跳出青年的剑花,外向脸上摸了一把,手里并无血字,抬眼却看银发青年走去的地方,有如云霞闪耀着。 那时,她如急风般地扑了过去,却还是比东华晚了一步,眼看着东华从雪地里提起一只红艳的小狐狸,东华把她甩了甩,风雪里她缓慢地露出九条漂亮的尾巴,尾巴并四爪上的白色云朵,就像是洁白的雪花。 我的,把她给我。 少婉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抢,彼时,四海八荒的好东西都靠抢。 东华一个闪身把小狐狸护在怀里,送给她一个冷立的眼神。 她把小狐狸举到面前,小狐狸阴晕着水汽的眼睛和她的在半空交汇,此时落雪竟无声。 然,小狐狸眼角疏然滚落的一滴泪,却似是万千雷霆,砸破了她心底厚重的冰川。 莫名的怜爱心油然而生,这狐狸奉酒闭上了眼睛。 少婉看东华愣正地盯着小狐狸时,又伸出了手,给我。 东华再次一个闪身躲过她,随后画出一个圆形的镜纸,把少婉拦在外面,任她用剑狠批。 她坐在雪地上把小狐狸抱在身前,给她输入灵气,她身体似是软了一些,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她想,这小家伙如果不是遇到她怕是熬不过今夜了。 少婉披了几件之后,看东华给小狐狸输灵气,便停了下来,这只小狐狸美是美不过看着,好像甚是虚弱。 她心里想,先耗费东华的灵力救她,等她好了,她再巡尸机抢过来。 少婉扒着姐姐看,不想,银发的青年给小狐狸输了一些,灵气后,看她没有睁眼,居然撩起了衣袖。 她一个手刀,划破手腕,赤金的血液涌了出来,白芒天地间那赤色的血液极其药木。 少婉眼看着一滴一滴赤金的血落进小狐狸的嘴里,更饿了, 要知道四海八荒的妖魔鬼怪都想喝这个银发青年的血,不想她却把血喂给了一只小狐狸喝。 少婉往衣服里,缩了一下身子,想着如果在寒冷的夜里,抱着一只久尾的小狐狸,睡觉该有多美。 此时节界,舒然打开,东华起身,看了她一眼,冷冷地道,今日不打了。 那,那你把狐狸给我,是我先看到的。 这话她说得有些心虚,却又理直气壮,因为她一向不会脸红。 休想,银发的青年,抱着狐狸踏学而行,她追了几步,坏笑着向风雪里喊, 死东华,那小狐狸是个母狐狸,难不成你想女人啊? 青年的脚步顿了一下,似是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狐狸, 却毫不迟疑地抱着狐狸,大步消失在风雪中。 凤九觉得自己,好像是跌进了温暖的往生海, 一海子水面上,还飘着花香,是她最喜欢的白毯味。 她嗅嗅鼻子,又往水里扎了扎,忽悠觉得, 水有些冷又坑坑唧唧地缩了一下身子, 她缩身子的时候,感觉有一双大手揉了过来。 帝君她心里,轻坑了一声,安然地享受着她抚摸自己。 那双手揉摸,到她肚子上的皮毛时,一阵熟悉的喜悦感袭来, 她翻转身子,仰躺着叫她摸得顺手鞋,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 凤九觉得,那双手停顿了下来,似是要挪开, 她一急手脚并用地圈住了那只手, 呜咽着撒娇,帝君柔柔吗? 那时候还在挣扎,凤九用力去抓她,醒了, 睁开眼睁,对上银发的青年用怪异的眼神盯着她, 她懵了一下,低头一看,自己四只爪子, 并九条尾巴紧紧地缠着她的手,自己还是一只狐狸。 东华她说出的话,不过是一声坑鸡, 青年冷冷地看着她说,莫不是救了一只正在发情的狐狸。 冰冷的话里,含了细血,凤九觉得羞死了, 她惦记着回溯到洪荒,想一眼就惊艳到东华, 即使她冷,即使她无情,她觉得自己也能走进她心底, 不想,第一眼,她捏捏地快死了, 第二眼,她在她眼里是一只在发情的小狐狸。 凤九想起阿黎的话,不如撞死算了, 她向东华的膝盖撞了撞, 东华看着这只小狐狸觉得狐狸这物种挺可笑, 研究了一下她的眼神,讥讽她道, 我是神仙,没法配合你。 小狐狸嗷嗷一声,咬了她一下, 她膝盖有点痒有点痛,同时她有些懵。 自己何时这么好脾气,对待一只动物了, 谁又敢咬她,她又何时喜欢跟一只狐狸说话了。 看着她那一双灵动的眼睛, 东华觉得自己一定是几天没吃饭, 又跟那只蛋打了几天假,打得有些恍惚了。 碎,从她爪子和尾巴里抽出, 手自言道,我去找吃的。 看看还翻着肚皮躺着的小狐狸, 给她翻了身又道,你长得倒是挺好看, 不过我还是不能配合你。 随手画出一个小结界,把她罩着走了出去。 凤九虽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娘亲, 还经常被帝君戏弄,可来洪荒, 她一心地想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聪慧, 美丽又风情万种, 是她未来心心念念的小娇妻, 却不想,她在她眼里的印象, 是一只正在发情的小狐狸。 她想,这要是教绍, 晚传回去,那她没法做人了。 俗话说,怕啥来啥? 东华的身影刚眉, 竹屋的顶上探出一张少女漂亮的脸, 白皙冷艳的脸上一笑妩媚横生, 嘴里笑道,发情的狐狸呀。 凤九觉得此时, 东华没看上少婉实在是她祖先积了大德, 才能把东华留给她。 少婉飞身落地对着结界, 就是一掌, 一个小小的结界却把她弹开了, 恼怒地骂道, 死人,结界弄得这么结实。 她看披不开结界, 蹲下身来打量她, 满眼地喜欢。 洪荒大帝, 也不是没有狐狸, 可她偏偏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只小狐狸, 少婉看她开心地晃着尾巴, 说,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 不喜欢那个娘, 炮, 那你等我把你抢过来啊。 不过, 你发情了得自己忍忍, 我也解决不了。 凤九真的想要一块豆腐撞死, 她觉得带少婉回去时 必须得先消了这段记忆。 少婉看, 小狐狸在里面摇头摆尾, 甚是通灵性, 想着不久就要去 父神那老头子的学堂上课了。 她想, 届时, 凤行在前面撒狗尾巴草开道, 她抱着火红的九尾灵虫小狐狸, 身后跟着十八个侍从, 不震惊死那帮白衣的天族人才怪。 念几次, 少婉看看东华设的结界, 围着她走了一圈, 她想, 连结界一起, 偷偷挪走, 就在她刚翘起结界的一个边时, 一声冷哼, 东华靠在破门框上 砸过来两个红薯, 把她烤熟。 门外冷风, 随着东华的身影猛地吹进来, 少婉看着脚下的两个红薯 一脸不屑地道, 我是魔族人的精神领袖, 听说天族人管这东西叫地瓜, 风云人物不吃这等俗物。 银发青年走过去, 随手拢起一堆, 或把红薯丢进去, 即是戏谑的声音说道, 我忘了你是蛋, 你自己就是一盘菜。 说完, 嘴角勾了勾, 少婉被噎地呛了一口冷风, 刚想挥拳头, 却看见小狐狸盯着红薯的眼睛很亮, 自言道, 这狐狸看来饿了好几日了, 你看他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东华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少婉向前走了几步, 又打趣他, 小狐狸也有可能是看见你的美色流口水, 必定他正在发情, 你也算是男的。 凤九误熬了一声, 心道, 你们两个连情字都不知为何误的人 到底是怎么看出来我在发情的呢? 其实, 凤九他不知道自己习惯在帝君身边撒娇, 撒娇时, 他的声音软软糯糯的确是像, 只不过帝君没告诉过他, 因为帝君喜欢。 凤九真是饿坏了, 结界打开时红薯的香气弥漫在房间里, 他摇晃着身子就扑了过去, 用四只爪子抱着一个红薯就想咬, 刚从火里扒出来的红薯, 却烫得他下不了嘴。 东华看他那样执嘴角扯了一下, 从他爪子上取下红薯掰开, 又细心地吹了吹才送给他一半。 窗外冬雪纷飞, 竹屋内烟气阴晕, 一堆燃烧的火焰, 映着银发的青年和开心吃着红薯的小狐狸, 歪在石凳上的邵婉, 忽然觉得他认识了七万年的朋友, 今日看着才有些温度。 此时, 肚子不争气地向他抗议了一下, 邵婉起身后着脸皮说, 知己知笔方能百战百胜, 我得研究一下天族人的瓜。 他伸手要拿东华的, 却听他说, 火着旺盛, 炒个单吃挺好。 邵婉想骂娘, 但觉得该叫小狐狸, 看出自己是领袖人物, 领袖人物不该骂娘。 碎, 忍了脾气, 低声下气地说, 瓜就算了, 小狐狸, 你带着不方便给我吧。 凤九觉得, 此时的邵婉好可爱, 几十万年后, 四海八荒的少女, 除了想嫁给东华, 就是想成为邵婉那样的金国, 所以把自己手中的一份红薯递了过去。 邵婉觉得, 小狐狸这是像自己是好想跟自己走, 他把红薯挑在嘴里, 一把抱住小狐狸呜呜道, 咱们走。 不想小狐狸, 却在他肩头使劲地挣扎, 跳下去时, 还摔了一个跟头, 他看着他费力地爬到东华身前, 把头搭在他的腿上, 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邵婉忘了自己的领袖身份骂道, 小狐狸, 你勾引我, 怎么又不跟我走? 凤九嗷呜了一声心道, 我只想勾引我家东华, 莫愿才想勾引你呢。 邵婉气急败坏地走后, 竹屋清冷下来。 东华取出, 苍和剑在火边擦拭长剑, 凤九靠在他的腿边看着, 不时还伸出小爪子, 告诉他哪里还有靴子。 东华瞟了他一眼, 寻常的领悟若是看见他, 这把剑的光芒就哆嗦着跑了, 小狐狸倒是一个有胆色的狐狸。 所以吓唬他, 在找不到食物, 烤枝狐狸尝尝味道, 或许也不错。 青年说, 这话时语气冰冷, 谋色幽深, 小狐狸眨巴着眼睛像是听懂, 却没有害怕的神色, 他把头又向他的腿上拱了拱, 东华觉得他胸前要不是横着一把, 见他就敢爬到他身上来。 他虽喜欢圆毛的动物, 看见有灵性的, 也会摸两把可敢主动蹭他的, 这还是第一次, 破竹屋还是漏风漏雪, 可他觉得今夜暖和了许多, 大概是春天快到了吧。 凤九虽说喝了东华的血, 吃了食物, 可失去了法力, 又在荒原上挨了几天苦日子, 精神过一阵, 便又没了什么力气, 扒在东华身上的前掌, 不时下滑。 东华看他又滑下去时, 把他抱了起来, 凤九想, 该睡觉了, 终于要和东华躺在一起了。 谁知他抱着他, 取了薄薄的一个被子堆, 在火塘边, 把他放了上去, 自己却走到石床上去休息。 东华刚闭眼, 就听小狐狸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侧过身子看着他立在火塘边哭, 却并不理他, 他觉得挺有趣。 凤九哭了几声后, 从爪子缝隙, 看见东华还是不理他有些气馁。 忽然, 他想到白棋耍赖石的样子, 他学着儿子突然摔在地上四脚朝天, 呜呜地哭着, 凤九忘了, 白棋哭闹时东华从来都是冷眼看着的。 东华看凤九, 似是哭累了, 悠悠地言语他, 你发情这是哭, 也解决不了问题。 凤九有些凌乱, 年轻的东华甚是不好勾搭。 凤九躺在火塘边, 又坑接了几声, 时床上的银发青年并没有来抱他上床的意思, 凤九觉得要自力更生。 他走时小儿子说过, 灰洪荒只要记住一句话日子, 就好混, 脸皮要厚。 念及此, 凤九自己跳起来, 向东华的床边走去, 不远的挤不他还记得要有风情一些, 所以扭的九条狐狸尾巴如彩霞流转。 东华觉得小狐狸甚是有趣, 自他成年, 引诱他的女人无数, 可一只狐狸摆出这样的姿态来招惹他, 还是第一次。 他竟然也不反感, 也没把他丢出去, 他倒是想看看这只小狐狸想干什么。 凤九自顾走到他的床前, 纵身一跃跳了上去, 倒不是他想趴在东华的身上, 只因他此时的身体虚弱后腿, 被东华挡了一下, 等他一个转身, 他就四脚八叉地趴在了东华的身上, 温软的, 胸膛熟悉的气息, 凤九假意晕了过去。 东华半晌也无动静, 凤九琢磨着, 难道这就把东华拿下了? 他来洪荒之前和帝君打赌, 说半月内就叫东华喜欢他, 还打去要跟小东华吃紫薯饼。 帝君应了赌约说, 你要是能叫小东华给你吃了紫薯饼, 我就赔你一万次紫薯饼。 虽然这赌约怎么算都像是自己赔了。 小狐狸趴在东华身上的那一瞬, 他的心也起伏了一下, 七万年除了和少婉打架时, 他能近身一些, 其他的人货物休想走进他半步。 平日有慈悲心时, 他也会就一两只灵物, 可今日是怎么了? 他救了他, 给他喝了自己的血, 还带他回家了, 还叫他趴在自己身上。 东华迷茫的一瞬间小狐狸抬起了头, 他圆润的大眼睛望着他, 眼神深情缠绵, 他脑海里舒然间, 跳出一张少女朦胧美丽的脸, 一个愣着小狐狸的嘴巴已经近到眼前, 东华的心碰的跳了一下, 伸手拎起他。 小狐狸眼里瞬间铺满了一层雾气, 东华看着, 终是没有狠心把他丢下去, 随手捞起地上的被子兜头照在他身上, 冷声道, 只准在这上面躺一日。 一声欢快的狐狸叫喊, 破竹屋的顶上又飞下几片雪花, 东华迷糊间想起少婉的话, 莫不是你想女人了, 她是母狐狸。 凤九是怕冷的, 这一间竹屋四处漏风, 夜里多次向东华身边靠, 早上醒的时候, 她已经成功地抱着东华了, 虽然是她的后辈, 她也很开心, 必定想接近东华的人都非死即伤。 东华未醒, 凤九用小爪子顺顺她的银发, 悄悄地跳下床, 她想出去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就在她推开门的瞬间, 一道力量把她拖了回去。 东华谋色忧深地看着她说, 我救了你, 恩还没抱就想跑, 你得留下来报恩。 凤九开心地误熬道, 我要以身报恩。 可惜她听不懂, 敞开的房门吹进一阵凉风, 她打了一个喷嚏, 东华看出她是冷, 下地生火。 凤九看着火堂里的黑炭, 拍了一下脑袋, 自己会写字啊。 她扒拉出一块黑木炭, 扯着东华的衣袖写道, 东华。 东华看着小狐狸四肢手脚 并用在地上歪歪地 写出她的名字时, 还是很惊喜的。 她就踏实, 探过她的脉, 她没有先例, 也不像要修成正果的样子, 正诧异, 小狐狸嘴里叼着木炭, 写下的话有如惊雷, 地上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是你夫人, 未来的夫人, 我叫小白, 我们还有女儿来。 惊雷虽是惊雷, 却批不到东华, 她看着那一行字, 戏谑地道, 不过才和我躺了一日, 就是我夫人了。 又蹲下身子, 好笑地看着她说, 我还给你生了狐狸, 那你说说是怎么生的? 此时, 凤九虽是一只狐狸 也觉得自己脸红了, 怎么生的, 这不得问你吗? 凤九还想再写字, 东华随手画出一串铃铛, 系在她的脚上, 冷冷地打去她, 千万别等到老的爬不动了, 才修成人身, 我可不想取一只掉牙的老狐狸。 又看着她脚上的金铃铛, 这算是聘礼。 其实, 她怕少晚来偷狐狸, 这铃铛只要有外人触碰, 不管她在哪里都会听到声音。 凤九却觉得自己在洪荒很有前途, 东华还没看过她的爵士美颜, 就下聘礼了, 开心地跟着她出了竹屋。 世外, 阳光明媚, 远山尽树, 都是银庄素果, 凤九围着竹屋跑了一圈, 才发现, 目击之处只有东华这一间竹屋。 她分辨不出这里是南荒的哪个位置, 这么偏僻也不知道女儿能不能找到自己。 不过, 很快凤九就释然了, 闪闪自小聪会过人, 洪荒该是她的天地。 她回身时, 紫衣银发的东华正站在一棵 坠满了冰花的树下看着她。 角色容颜, 一身孤傲, 华贵天成, 她几十万年后, 朝思暮想的洪荒, 神奇此时, 正少年, 凤九撒欢地跑了过去, 纵身扑向她。 东华倚靠在树下, 看着跑过来的小狐狸, 觉得她是一只活泼, 爱撒娇, 还很会猜测人心的小狐狸, 不知道她之前的主人是谁, 不过是谁都没关系, 反正她救了她, 就没想再把她还回去, 她现在是自己的了。 念及此, 东华没有躲开扑过来的小狐狸, 她伸出手接住她, 把她举向头顶, 小狐狸红艳的皮毛, 比最绚丽的陈霞还美, 她似是挺开心, 眯着眼看她。 东华觉得她要是不采取行动, 下一刻她又会过来亲她, 所以把她抱在怀里, 盯着她说, 小狐狸, 你的确挺讨我喜欢, 不过你不能随便亲我。 凤九想, 不能随便亲那就是不随便的时候可以亲。 心里高兴, 用小爪子扒开她的手在她的手心上写道, 你的小白东华眼尾挂了一丝笑意, 说你讹人的本事也挺厉害。 她把她放到地上诱导, 记这样, 带你回家去看看。 凤九心想, 那该是去碧海苍林, 可她才不想自己走。 她像小儿子一样, 抱着东华的腿麻利地爬了上去。 青年鹅角狠狠地跳了一下, 她觉得这样子如果叫那只白凤凰看到, 她能取笑她一年, 转念一想, 不, 她该嫉妒她一年。 凤九在东华怀里十分兴奋, 因为她和闪闪约好了十日后, 在碧海苍林见面, 如果闪闪在那, 东华很快就知道自己, 真是她的夫人了。 碧, 开心地误傲叫喊, 东华虽一脸嫌弃, 却觉得小狐狸叫得格外动听。 凤九离开南荒时, 闪闪正站在南荒之西妖族的地盘, 落霞山上, 看着山脚拥挤破败的房屋愣神。 她父亲真的是宠爱她娘亲, 虽然一时一刻都舍不得离开她, 却还是觉得她娘亲也不过是个孩子她爱玩, 她想来, 她就忍着分离之苦叫她过来了。 祖提神怕有意外, 先送她娘亲到南荒, 又把她送入碧海苍林。 她在碧海苍林没找到帝君和凤九, 倒是和找东华打架的妖魔纠缠了几天, 几天后, 被她收拾顺服的一帮人, 非得缠着她拜老大, 她一路找帝君和凤九到了南荒。 这一路闪闪脾气, 有些暴躁, 她娘亲虽是上神之身, 又戴着琉璃戒指, 可她总感觉娘亲遇到了危险, 直至昨日, 她那颗悬着的心裁莫名的安稳, 她有感觉, 凤九应该是见到她附君了。 此时, 藏在雪坡后, 扛了一面破棋的小妖, 看红衣的小魔头, 脸色好像没那么难看了, 才忐忑地爬了出来, 哆嗦着上前说, 小祖宗, 你看这名字, 写得对不对。 闪闪收回目光, 看向小妖手里的棋子, 迎风招展的一面白棋, 上几个歪扭的大字, 小祖宗白闪闪。 闪闪瞟了一眼, 小妖觉得妖族混不出名堂, 也是有道理的。 闪闪觉得, 这样找帝君和少婉不太好找, 想着扯面棋子, 把动静搞大, 依照少婉姑姑的脾气听说, 巴黄还敢有人, 跟她叫板, 那她自己就打上来了, 可这些傻妖, 给她竖了一面白棋。 闪闪随手一抖, 洒出万缕红光, 把棋子的颜色, 变成鲜艳的大红色, 苍茫的雪峰之上, 她一袭红衣手指一面红旗迎风招展, 山脚下的小妖们见老大一幅天地之大, 唯我独尊的气势又一顿乱败。 此时, 风过长空, 驱散流云, 一只金翅的大鸟, 俯身冲了下来。 转瞬, 陵墨落地, 她手里拎着鱼和一些野果子, 笑着走了过来, 看闪闪鞋椅, 在棋子边笑道, 这是要占山为王。 闪闪拔剑出鞘, 剑指苍山, 霸气地道, 我要四海八荒, 接归我脚下。 小妖没看见, 闪闪玩耳一笑, 就忙跑下山, 对众妖喊, 老大要做天地之主, 快帮她找对手叫她打, 风里送来众妖魔的喧嚣之声, 他们商议着, 天族的墨渊, 魔族的沁江, 鬼族的幽月梨, 大魔头少晚, 碧海的东华。 林墨翻动着手里的鱼道, 他们倒是会给你找仇家, 都是鼎厉害的人物, 不知你先遇到哪一个。 闪闪接过烤好的鱼肉, 道, 谁先来就打谁, 反正有你收拾烂摊子。 林墨灿烂一笑, 那你打就是。 闪闪同林墨在休憩之时, 山脚下的小妖们一阵忙碌, 妖王九幽风望了一眼山顶叹息了一声, 心道, 但愿这个小祖宗能给他们找到一条活路。 妖族弱小, 盘踞在南荒边陲, 受尽魔族, 鬼族领辱想找一个靠山都没门路, 碧海的东华, 冰冷孤傲, 张伟山的少婉, 嚣张霸道, 是魔族的祖宗, 神族是见妖收妖, 只有仁族他们还能欺负一下。 王, 这战书先给谁送? 九幽风愣神的时候, 小妖举着一大战书递了过来, 九幽风看着上面一个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名字心响, 战书怕是没送到小妖, 就死光了, 踹了小妖一脚, 能送的都送, 闪闪和陵墨并没有原地等待, 休憩后向魔族腹地一动, 一日后抵近魔族西领地, 尾随的妖族此时有六七万之中, 破一烂山, 却扯着几面大旗一路口号, 喊得天响, 打莫冤, 踢少婉, 收东华, 斩月礼。 闪闪觉得几十万年后的妖族还是没落, 就是因为他们搞的这个口号被天罚了。 魔君庆江也算是个枭雄, 整日里盘算的都是大事, 属下汇报有人, 闯入领地, 他也就随便指使一个人去收拾他们。 但听说人家约嫁的是少婉时, 他倒是来了兴致。 少婉于他来说真是个祖宗, 他做梦都担心少婉夺他的权, 有人单挑, 他那他倒是乐于送出去。 所以开心地道, 去请他来。 属下回, 祖宗他不在, 听说前几日抓了一堆狐狸回来训, 后来发了一顿脾气又跑了。 庆江琢磨不透少婉的意图, 不过想他有些爱好兴趣, 那是好事, 指不定哪天被狐狸经沟搭了想结婚他, 也就心安了。 他在大殿里走了一圈, 看着满身挂满皮毛的孽颠说, 你手里宠物多, 改日给少婉君弄一只好看的狐狸送去。 转身又道, 西边是你的属地, 少婉不在, 你就去替他打拔送你个人情。 涅甸这个人骨子里是怕少婉君的, 他见他就骂。 少婉虽没有实权, 可他是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骂人, 谁都得听, 不然就会落得一个没有信仰的下场, 魔族人那都是有信仰的。 有八戒领袖的机会他自然愿意。 涅甸带了几千魔兵向闪闪活动的地狱挺进, 路上打听出约架的是一个孩子, 鼻子里哼了声, 心想, 世道争乱, 一个孩子都想当老大了。 闪闪和林墨走到牧桥湖畔时, 小妖激动地从前方跑了回来喊, 小祖宗打架地来了。 闪闪有些兴奋, 不知道这时候的少婉姑姑是啥样。 远远看着几百人, 抬着一顶大轿过来时, 闪闪的脸冷了下来, 那抬轿子的几百人都是人族。 魔族人随便用一个法术都可前行, 却偏偏驱使人族为奴, 闪闪眼里寒光顿出。 几张外, 大轿上盖了一堆皮毛的人, 抬眼扫了过来, 不屑的眼里, 突然搭放贪婪之光, 那是一只九尾的狐狸。 那人的长相, 闪闪猛然想起欺负他娘的聂初吟, 他和《私命书》里的画像几乎一样, 此人大概就是他爷爷。 聂颠还在贪婪地看着前方的红衣小女孩, 想着怎么骗他的皮毛时, 一到寒光拔地而起, 他还没反应过来, 凛冽地剑气卷着湖面上的冰铃, 袭了过来。 小妖们趴在地上张大了嘴, 叹道, 小祖宗, 我们还没报名号呢。 洪荒时代, 聂颠他能在魔族混上分支首领的位置, 也是有真本事的, 但见杀过来的小姑娘, 常见邪风渐渐, 崩塌死穴, 亦是吃惊不小, 他连一句话都未说上, 就被小丫头压着打着时气恼。 甩出手里长鞭双手, 冰龙脚下狂风顿起, 掩盖在冰雪中的山石, 呼啸而起, 山石巨龙, 向一面巨大的墙撞向闪闪, 小妖们眼看飞尸墙, 要砸在小祖宗身上, 一片呼嚎之声, 回首, 那叫林默的白衣男子病卫, 出手帮他, 只静静地看着。 小妖们眨眼之间, 闪闪手中常见, 迎飞尸而出, 凛冽剑气, 罗列出万千剑影, 剑影似光如花, 挽起飞云, 撞向飞石阵。 巨响声中, 方圆几里树木尽折, 铺天雪花束束而下, 流云飞散。 木桥湖畔, 闪闪红裙飞扬, 银发舞动, 他手指飞云, 漠然肃立, 纤细地身子, 在雪地上, 落下一个奇长的影子。 此刻, 尹在长空彩云后的 青衣男子眼里, 露出惊喜之色, 沉寂地眼底落尽一片霞光。 沉寂地眼底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